唯摩杰所说经讲记方便品第二 七 是身不敬会恶充满是身为虚伪 虽假以早预医时必归磨灭是身为灾百亿病脑 是身如秋景为老所逼 是身无定位要当死 是身如毒舌如愿贼如空聚因界诸入所共合成 是身如影从业原现无因身心好比影子 影子是从身心献出来的 身心动作成为业随这个业的因缘就现 是身如响属诸因缘 这个无因身心好比山呼响一样响 是山呼响 什么是山呼响 你站在高山上呼 喊一声对面也会过来呼 喊一声 其实过来的声音还是你自己变化出来的 是身如浮云蓄于变灭如过眼云烟 大家看天上的云沙纳沙纳在变化 虚鱼是时间 这个虚鱼是很短的时候沙纳就灭 要是追究起来一天二六时当中 日最长是十八虚鱼也最短十二虚鱼 也有人说日最短十二虚鱼也最长十八虚鱼 这好像是出于僧琪律所说的 现在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 他三十虚鱼换句话说就是比一个小时还短 他这里不是那么讲是形容词很短的时间 是身如电念念不住 是身如电光沙纳就过去了 是身无主未如的这个大地是因缘生 所有草木所有生物皆是因缘生的 因缘生的法无自性 因为一切法无自性故 才无主有主一定有自性 是身无我为如火 无因身心没有我 我是因缘生因缘生法 无自性所以无我 是身无寿为如风风 也是因缘生 是身无人为如水 这是讲色寿想行识 无因身心因缘生法 无自性空 是身不识四大为家 以上是分别说的水火风 这句是总说 这个无因身心没有实在 因为无因身心地水火风 皆是空的四大甲合的 是身为空 离我我所地水火风空 这是讲空 空没有我 没有我所 是身无知如草木瓦砾 身既然是空的 所以是无知如草木瓦砾一样 因为什么 你所谓的知觉 皆是因缘生法 没有自性 比如你打我一个巴掌 如果你打我也疼 不打我也疼 不应该打的时候才疼 如果在你手上疼 应该你手疼 不是我身上疼 如果疼自己存在 也不在你手 不是我身上 那里疼呢 所以是因缘生的 皆无自性 是身无作风力所转 无因身心不作作 是什么 其也称为 身无作是无起无生 既然说到生 就有灭了 无生则无灭 没有变化 随无明风力所转 是身不敬 会恶充满 身是空的虚假的 是身为虚伪 虽假 已早预医时 必归磨灭 虽然洗澡保护它 也是保护不了的 一定归于磨灭 是身为灾 百一病脑 这个身百一病脑 是什么 四大理 每一大有百一之病 所以称为百一病脑 是身如秋景为老所逼 这个无因身心 好比山丘枯景 这是例子 大家看看那山丘的花草树木 无时无刻不再变化 所以它如山丘 刹那刹那变老 大家都听过 光阴荏染 如景 景是什么 以前有个故事比喻 有一个人为罪相所逼 他爬到井里 井里有一条绳子 他就攀附在绳子上 下面有毒蛇 上面有老鼠咬绳结果 有一个蜂窝 掉下一滴蜜在绳上 他舔那个甜味道 这好比我们缩破世界 无非是苦 可是 他感觉是很乐 我们实在可怜 好比那个蛆一样 我们感觉大便很脏 他在里面很快活 我们就是这个样 所以是身如秋景为老所逼 是身无定位要当死 是身没有决定 沙纳沙纳生死无常一定要死 其实大家不知道任何人没有不死的 没有不老的吧 可是你想老 不是几十年以后才会老 是从现在一沙纳一沙纳 在老对不对 你不知道还感觉到很乐 其实他在老 你死也不是几十年以后 一下就死的 不是的 现在一秒钟一秒钟正在死 是不是 大家不知道 所以这个就有一句俗话 大家都是不知死的鬼 所以是身无定 没有决定位要当死 是身如毒蛇 如怨 贼如空拒 大家时常看到经文说 四大好比是毒蛇 五婴好比是怨贼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 五婴身心是好东西 它可坏到家了 你想通了 要起大恐怖心 等到它要死的时候 不一定要叫你苦到什么程度 这个五婴身心 或者叫你被火烧死 被水淹死也不好受 被刀杀死也不好受 就算你病死 也没有什么好受的 迟早要叫你大苦一场 是不是怨家啊 如空拒前面讲 芭蕉没有坚实聚是聚落村落 空聚落本来是空的因缘聚合而成 因戒诸入所共合成这个身世 因戒入合合而成 没有自信 所以为摩羯这么劝话